5月13日是世界法輪大法日 全球各地的法輪功學員紛紛舉行慶祝活動 在俄羅斯 當地的部分法輪功學員 近日聚集在莫斯科 慶祝法輪大法洪傳世界30週年 在櫻花盛開的莫斯科比盧利奧夫斯基植物園 身著中國傳統服飾的法輪功學員 打妖鼓 武人武師 向遊人傳遞善良美好 他們的精彩表演吸引大人小孩停下腳步 舉起相機 臉上露出笑容 兩個多月來 烏鵝戰爭造成的精神緊張和沉重心情 得到緩解 我非常喜歡 我非常感興奮 現在是舒適 完全沒有任何情緒 當然 必須每個人都要站起來 站起來 站起來 躲起來 所以 哇 表演結束後 法輪功學員展示五套功法 台下 遊人們也隨著音樂一起學煉 法輪功學員朱利亞用中文演唱《法輪大法好》 她從2004年開始修煉大法 當時她還是一名18歲的學生 現在已經成了博士生 共和戰爭持續 人們表示 需要和平的力量平復內心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奧塞娜 俄國莫斯科報導 當年先說 愛演員 盧陷糭